只要有点时间 老三就开始研究他的铁碗 又开始对豆腐下手了 看看这里 还整了一大堆的调料 酱料熬好了没有 我这小的也不错嘛 你过来看一看 像是乖像的 我这可是十几种调料熬出来的 等你尝了以后 就等着浸雕虾吧 你就脆吧你 豆腐放盐水里面先浸泡一下 像更容易入味 铁碗豆腐还要用嫩豆腐 建出那种歪就要你了的感觉 才好吃 好了撒料我们就配好了 辣椒粉花椒粉 孜然粉 熟芝麻麻辣鲜 放在一起搅拌一下 这样撒料就成功了 铁碗有一段时间没用了 看这边上都顺修了 好了 焕然一系 豆腐也泡了二十分钟了 现在把它捞出来 空空水 好 慢食几倍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做 也不知道会不会翻车 不要再把它烤糊了 刚开始一定要小火 调的小一点 油风一定不能太高 多来一点 煎豆腐一定要多点油 看起来还挺专业的嘛 那必须的 好好学到 以后这就是你的事情了啊 OK你要把这土地带好 记住前面火一定不能太大 不然的话 你连豆腐都找不到了 小火先煎一会儿 电到下面发黄的时候再翻一遍 怎么稳到有一点较微 你不要瞎我哈 这才什么时候 你也太不相信我的技术了吧 能稳到一点香味了 是吧 带我一起来了啊 吃起来 也等会调料一耍 更像 好 已经发黄了 油漿就差不多了 全放到一边去 不然这个豆腐一定要哄着一点 太冷了 我感觉 比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哄你还要费劲 你还就挂回比喻的了 哇 这块鲜的漂亮 金黄金黄的 两面的颜色都差不多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刷姜了 哇 这个姜一刷上去 看着颜色是不是更漂亮了 漂亮 春花 见证奇迹的舌道了 我们先尝一下味道 我帮你撑就行了 看你机里 我撑两个小花 妈胃口怎么样 不会辣不辣 这菜来了 放吃辣椎就在营了 如果卖的话 这一盒有这个量就可以了 嗯 跟我在外面吃的差不多 不要想太好 只要跟外面差不多就行了 骂西风六块钱贵不贵 嗯 五十块卖八块钱卖你都管 八块钱是不是太贵了 还是你喜欢 喜欢吃的就不嫌贵 我这不喜欢吃我就嫌贵 姐妹们 你们认为这一盒卖六块还是八块 给个戒日 我好参考一下 那今天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呢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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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